黑胎染色體 黑胎染色體正常 要放在哪個位置最容易 我們現在都是在組織之前 我們先量子宮槍 比如說今天講3.2 我原本是說 我這個黃金管在這裡 站在門口 然後進去1.7 進去2.7 讓它3.2 進去1.7讓它1.5 可是當我們 實際黃金磚管放到 覺得OK了 它要變成2.6 所以我們就變成要進去 1公分讓它剩下1.6 1.5 那這個研究很特殊 就是說在距離子宮頂 它差不多1公分 然後就開始往後退 往後退 那這裡的 這裡的那個 懷孕率是βACG 超過15就是懷孕的 就67.3 就是染色體正常 67.3 左床率是62 那on-goin是62 就是只要左床 那就on-goin 那活產率的話是59 比較特別的是 激離子宮頂1公分 然後每退0.1公分 它的懷孕率增加0.882 它的臨床懷孕率增加0.891 它的除息懷孕率增加0.925 也就是說 倒退1.1 倒退1.2 倒退1.3 倒退1.5比1.4好 1.4比1.3好 1.3比2 1.2好 1.2比1.1好 所以換句話說 大概我現在都抓1.5 也不能倒退太多 因為倒退太多 都快要靠你子宮頂了 所以大概我們有一個共識 就是大概在子宮正中央 我常常跟病人說 哇這個子宮像台灣 胚胎就放在南投 胚胎就放在日夜潭 所以有人 我不曉得他每退1毫米 就會增加懷孕率0.882 臨床懷孕率增加0.891 除息懷孕率增加0.925 這個數字是怎麼算出來的 總之大概是1點多啦 1點多到哪裡 我的極限大概是1.2 1.5到2.0這個當中 那不能再退了 2.0大概是1.5到2之間 像今天 除了這個就1.49